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会考公民大解密 距离会考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 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话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如果我们想在会考当中取得好成绩 那么我们对于会考的考试内容以及方向 就要有一定的一个掌握哦 今天就让我们从三个方向来了解公民会考 一 公民课程学什么 二 会考公民考什么 三 该如何准备会考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开始进行会考公民大解密 首先我们来看看公民课程学什么 相信大家都知道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课程是108课纲 而108课纲是以核心素养作为课程发展主轴的 那么什么是核心素养呢 所谓的核心素养是指一个人为了适应现在生活 以及面对未来挑战 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以及态度 也就是说 我们在课程上面强调学习不再局限于学科知识以及技能 而是关注学习与生活的结合 简单的说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透过课程的学习 当生活当中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看 三年国中的公民课课程 到底学习哪些内容呢 在这个地方 老师将学习内容分为五个面向 包括了社会 政治 法律 经济 以及文化 一般来说 社会面向主要是在七年级的课程 政治跟法律面向呢 主要是八年级的课程 而经济以及文化面向 是九年级的课程 我想不论是家庭 自愿结设 社会规范 政府组成 公共意见 法律的位阶 额少的相关法令 机会成本 或者是全球关联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课程内容 在迟到公民课程的学习内容后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 会考公民考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历届试题统计表 这是109到11 会考公民试题的统计表 在这个表中呢 一样将考试的范围 分成了社会 政治 法律 经济 文化 五个面向 而表中的阿拉伯数字呢 所代表就是它出现的题目数 那么从这个表中 我们可以发现 社会 政治 法律 经济 这四个面向 出现的一个考题题目数呢 比较多 而且分布的还很平均 这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准备呢 会考公民时 不要遗漏了任何一个学习内容 那么 在社会这一个面向 最常出现的考题 包含了两性议题 亲属 关系 少子化 高龄化社会的议题 还有社会规范 以及会议规范 那么在政治面向呢 经常出现的题目是 政府的组织 政府的职权 还有呢 寻举 法律面向 我们比较常考的是 法律的位阶 行政法规 刑罚 或者是权力救济的方式 而在经济面向 以机会成本 汇率 市场竞争 这三个呢 范围的呢 出题数是比较高的 最后 在文化面向 常出的题目 包含了国际组织 以及呢 多元文化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111会考社会科题型分析 在111会考当中 社会科总共考了54题 包含了单题 以及题主两大类型的题目 那么从表格当中 我们看到 在54题当中 图表题就有32题 占了59% 而其中 公民科 总共考了18题 图表题有9题 占了50% 从这样的一个题型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图表题呢 已经占了整个考题的呢 一半 接着我们再透过下面的例子 来看考题的变化 在这个地方呢 老师要举的例子是 在108 109 以及111会考 都考了传播媒体 这个概念 而在108会考的时候 题目形式呢 是纯文字的 到了109会考 开始加入了图 而到了111会考 我们发现 文字量增加了 而且呢 题目里面还同时出现了图 以及表 所以呢 从这三年呢 同样考传播媒体的概念 我们发现 考题的形式 开始产生了变化了 那么 我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以前的人常常说 社会科就是贝多芬 而这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观念了 在现在社会科的考试当中 你要能看懂文字 还要能读图 还要能读图 读表 所以你的理解能力 分析能力 它变得更为重要了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一件事情 在任何的学习 不论是记忆 或者是背诵 它都是学习的基本功 所以 虽然现在考题当中 出现大量的图表题 需要我们去做分析 判断 但是 属于学科基本能力的题目 还是存在着 我们以111会考 第十题为例 在这个题目当中 小安寄了一封信给公职人员 而证明公职人员收到信后 启动侦办 依法对赌场的业者 还有赌徒提起公诉 那么请问你 小安寄信的对象是谁呢 如果你对于法官 律师 检察官 还有警察的职权 非常清楚的话 当我们看到提起公诉 我们就会知道 它就是检察官的职权 那么这一题的答案 就出来咯 所以 当我们面对学科基本能力题的时候 基本的记忆背诵功夫 是不可缺的 经过前面的解说后 我想大家对于会考公民 长考的范围内容 已经有所了解 另外呢 也知道 会考公民的题型 除了学科基本能力题外 还包含需要分析 判断的图表题 那么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 该如何准备会考呢 第一个 我们要习惯长文本 这是111会考的题主题 在这一篇选文当中 总共有三段 文字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各位不妨猜猜看 这一篇选文有多少字呢 这篇选文总共有578字 这还不包含题目的部分哦 如果再加上题目的话 它总共有856字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长文本 我该如何呢 来作答 接着我们就利用这个题主 来看看长文本的题目 该如何做呢 首先面对长文本的题目 我们要有耐心的 把整篇选文看完 看完之后呢 就再来看看题目问什么 那再从呢 题目呢 问的东西 回去找它是对应在选文当中的哪一个内容 以449题为例 选项当中的ABC 它都出现在第一段的选文里面 所以我就要看看从第一段选文的内容来判断ABC的叙述是否正确 不过呢 第一的选项却出现在选文的最后一段 所以我们唯有将选文仔细有耐心的看完 我才能够判断出的选项是否正确 再来呢 是50题 50题呢 问的是南韩政府的做法与下列和项叙述最相符 那南韩政府的做法出现在哪里呢 它出现在选文的第二段 文中提到南韩透过修法规定 自2018年9月起 全面禁止高中以下校园内贩售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哦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修法 修改法律是制度的变革 所以AB选项就不是答案咯 再来呢 修法的内容是什么 它禁止校园内贩售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也就是它规定了商品的贩售种类 那么答案我们就能够选出来咯 所以面对长文本 我必须有耐心的看完选文以及题目 两相对照之后判断出最正确的答案 第二个我们要加强读图读表的能力 以这一个呢 题目为例 题目的重点呢 在问我们说 为了改变图中资料呈现的趋势 以维持人口结构稳定 该国政府该采行什么样的做法呢 题目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图中资料呈现的趋势 所以呢 我们就得回来看图哦 好 这张图呢 是呈现不同年份出生的妇女 在育龄期间累积的生育数 好 从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1950年出生的妇女 她的累积生育数 大概有2.5人 到了呢 1990 1995年的时候 整个累积生育数呢 已经降到呢 不到0.5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图中资料呈现的趋势是 生育数下降了 那既然生育数下降 那该国政府该采行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时候答案就出来了 提高幼儿的教育补助金额 好 图的题目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题目当中有表 那我们又该如何来作答呢 在这个题目里面 他要我们根据表中资料呈现的讯息 来进行作答 那么这张表 是我国从105到108年间 国人结婚对数统计表 从表中我们发现 总结婚对数是减少的 不同性别的结婚对数 也是减少的 但是相同性别的结婚对数 是增加的 另外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在108年之前 台湾并没有相同性别结婚的情形 换句话说 从108年开始 相同性别的婚姻权利 被保障了 从这个讯息 我们就能够正确的选出 答案 就是C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题目 在这个题目里面呢 有文字叙述 有图 有表 那我们该如何作答呢 在这个题目当中 他要我们根据相关的资讯判断 关于甲国政府的做法 下列叙述 何者最为合理 那甲国政府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从2019年起 要求记者必须要通过 关于国家领袖思想考试后 才能取得记者证 借以强化对国家领袖的效忠 这时候呢 我们对应到图12 发现从2019年开始 甲国呢 所合发的记者证数保证了 另外 文字叙述里头又提到了 表3呢 是无国界记者组织提出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 排名越前面的代表新闻自由程度越高 那么我们从表3中呢 发现 甲国政府的新闻自由指数 都是全球倒数的 都是全球倒数的 也就是说 他的新闻自由程度很低 透过这样的文字叙述 以及图跟表 其实呢 我们可以判断出 甲国政府呢 他的一个呢 做法就是在管控记者的思想 借以呢 去影响新闻的一个报道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呢 资讯判断之后 我们就能够很正确的选出 答案就是D 各位同学 透过这样的一个解说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图表题 并没有那么样的困难了 第三 注意新的学习内容 在108课纲当中 公民课程出现了一些新的学习内容 包括人性尊严 部落 智慧结社 公平正义 公共意见 以及诱因 而在111会考的考题当中 我们已经有看到 和诱因 以及公平正义 相关概念的题目了 那么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要呢 仔细的呢 复习 接着 老师想要透过 桃连区试模拟的题目 来带领大家看看 新的学习内容的概念 可以怎么考呢 首先 这一题呢 是要我们运用 公平正义的角度解释 阿凤觉得 不公平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在这一题 他考什么概念呢 考的就是 公不公平 该如何评量 也就是我们要从利益分配 责任负担 需求满足 贡献程度 四个角度去探讨 那么在这一题里面 阿凤觉得不公平的原因是 他的需求没有获得满足 再来呢 另外这一题 讲的是 原住民族 恢复传统姓名的议题 在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部落会议 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保存 原住民族文化归属感 这些字眼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 他要考的概念是 部落的意义 以及部落的重要性是什么 各位同学 请特别注意哦 有关原住民族的考题 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稍微多加复习一下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新主是喝好水 地方公投大事记 在这个题目里面呢 他的选项出现了好几个新的学习内容的概念哦 首先在A选项当中 他提到该公投案从推动到通过的历程 凸显公共意见具变动性 在这个选项当中 考的概念就是公共意见的特性 别忘了回去复习哦 公共意见的特性有 公开性 差异性 变动性 以及影响性 再来 C选项当中提到 联盟成立是为了推动公投案 因而展现结设的非盈利性 那考什么呢 考的就是 志愿结设的特征 它的特征 包含了民间性 自主性 组织性 以及非盈利性 老师希望呢 能够透过这三个题目 来提醒大家 一些新的学习内容 它的题目是可以怎么出的 也提醒大家 别忘了复习这个部分哦 那么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想能够越接近考试 大家呢 越有刷题的习惯 可是别忘了 108课纲 有新的学习内容 但是也有些学习内容 删除咯 例如马斯洛需求理论 团体分类 政党类型 外部成本 需求法则 攻击法则 投资 报酬率 这些题目 都已经不是在我们的 学习内容的范围了 所以当你刷题本 写到这些题目的时候 要特别提醒自己哦 各位同学 今天的会考公民大解密 要结束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后 老师要在这里祝福大家 在会考的时候 都能够像一休和尚一样 充满自信的说 尽管考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